借ber Office public Och.com 虹壮披下假情 芳嫌清空万里 扬州逃离 飘修十里 滿城工具唤醒 相遇曲折离弃 就算跨越千里 共渡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 阴差阳错相遇 定下因缘不已 人海中 遇见对到你 无人能比拟 欢喜愿假相依 换来两人不离 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 天中笔下假期 放眼晴空万里 扬轴逃离 飘笑十里 满城工具欢喜 相遇曲折离弃 就算跨越千里 共渡风雨只有你能懂我心意 阴差阳错相遇 定下因缘不已 人海中 遇见对到你 无人能比拟 已不许再寻觅 从情思到孤心 确定悠悠此生就是你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算老几啊 我算老几 我可是 不跟你计较 我不是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骗子 你一个小丫头的 神厄 来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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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原来 你们好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相思所依稀 梦里桃花翩翩散落半月明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光天化日之下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欺负人家弱女子丢不丢人 就是 英雄 饶命啊 滚 是 是 是 多谢姑娘出手相助 可今日我已上了花郊 是非嫁不可了 就算逃回娘家 也是一个被退婚的嫁娘 今后没有颜面做人 这是我的命 我认了 姑娘的好意我心灵了 请回吧 新娘子 姑娘 别勉强了吧 我猜 我猜 为什么要乖乖认命啊 明明是我们女儿家自己家人 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主 真是好不公平 女儿家真可怜 婚姻大事 连自己的夫君都没法选择 难道不应该挑一个自己心爱之人吗 心爱之人 我还有急事要办 姑娘 你先多保重 我先赶路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不会有期 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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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白马少年何许人也呀 这紫袍小将真是又俊巧又威风 紫袍 什么紫袍绿袍的 你都跑了这么多路了 快上轿歇歇吧 不行 我正高兴呢 我还没玩够呢 公主 你 不是 我的怪女儿 你等等我 跟上跟上 怪女儿 紫袍小将 你别看这地儿挺慌的 这风景是真不错呀 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商人 公主啊 你慢点 累死老奴了 老头儿 孩子磨蹭了 我告诉你们 今天晚上之前 不把这果树全都给我砍完 我就把他带走 县令大人 求您行行好 再宽限我们几天 我们尽快把这儿腾出来 耽误不了您盖别院哪 你个老不死的 跟我谈条件是吧 抓走 县令大人 求求您了 他还是个孩子呀县令大人 县令大人 住手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娘们啊 你是什么人 口气这么大 我就是本县的县太爷 我让你见识见识 县太爷 我今儿倒想见识见识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根葱啊 你是县太爷 那你霸占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盖别院 是啊 他们不肯 你就抢他们闺女 对啊 这么着吧 这还有没有王法啦 什么是王法呀 天高皇帝元 在我这县的境地里 我说的话 就是王法 我就是当今儿生起的 我说这日头是从西边生起的 就没人敢说是从东边生起的 谁要是敢不听 我就是当今儿生起的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小娘们儿长得还挺带劲儿的啊 皇上金牌在此 竟敢如此撒野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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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 我错了 公主饶命啊 你这狗官 根本就不配戴这个帽子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长成一棵树 结出小花儿一 能能能能 我看这么办办 你呢 就在这个坑里 待上个三天三夜 不许出来 这样的话呢 你还要给这对妇女 重五十克 不对 五百克果树 重重重 重五百克 还要 天天浇水 哦 对了 最后呢 你要写一封劣迹恶行的奏折递给父皇 让父皇处置你 一定行 一定行 还有啊 敢敢在这个地界上 对所有的百姓 再进行欺压 公主 立刻处死你 不敢不敢 不敢 公公 我今天累了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那上轿公主 公主 公主 走了爹 走了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他们还没遭遇啊 退回去 退 走 到了 哎呦 这一路给我垫的 我这把老骨头啊 哎呦 您就是 您就是 京城来的客人吗 是啊 你是 我是定北侯府上的管家 刘若谦 哦 刘管家 好好 我们正是 侯爷请来的 客人 哦 路途颠簸 快赶紧休息吧 啊 请稍等 哎呦 女儿啊 该下轿了 哎呦 哎呦 你掺着点儿 你这这 没眼力见儿呢 姑娘 早点休息 嗯 刘总管 哎呦 刚才 刚才你看到的就是 昌平公主 那您是 我 我是跟随皇上多年的宫中内家呀 哦 公公到此 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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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免了 嗯 哎呀 你把老骨头都快颠散了架了 现在呀 保护公主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公公 那您今日就和公主早些歇着 明日用过早膳之后 便可以去行馆会见定委侯了 这行馆那我就不用去了 到时候 你来接公主就行了 刘某遵命 嗯 下去吧 好 我美吗 公主好美 真的好美 小姐 小姐 你们怎么待在这儿啊 封命保护小姐 好让小姐可以安心休息 你们待在这儿 我反而休息不好 赶紧走 小姐 小姐 我们不能走 是公公命我们站在这儿的 公公公公 天天都是公公 你走不走 那你走不走 行 你们两个都不走 那我走 气死我了 公主 您喝点水 消消气 好了好了不要不要 下去吧 哎 哎 人在吗 人在吗 在 哎 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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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合适的 合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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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公公公 哎 你明天是不是要带我上灵山 去南天门玩了 怎么是我带你去呢 你忘了 这次 您是来见驸马爷 要去玩 也是驸马带您去灵山呢 驸马 啊 就是皇上的女婿 您的官人 定被猴圆不去呀 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驸马 到底是个什么马呢 哎 哎 公主啊 静后说话 千万不要口无遮来呀 啊 我怎么口无遮来啦 我觉得我自己挺好 唉呦呦呦 我这 我这活子是不是 这 没掉 嘿嘿 Suche 哎 公主啊 那个 明天用过早膳呢 驸马爷会派刘总管接你过去 啊 见驸马爷时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要显示出 我皇家公主的奉范 哈哈哈 声 行 知道了 公公 公主啊 那早点休息 明天 知道了 知道了 别啰嗦了 快点下去吧 那老奴 下去了 对吧 落叫 有请公主 公主 将军已恭候多时 请 走 公主 您看 这前亭呢 都是些奇石异草 后亭呢 就是一些假山 嗯 还行 你们选的地方还挺不错的嘛 公主 请 好 这边 好 你们几个 一定要保护好公主周全 如果她有任何需要 必须要随叫随到 是当初解救我的那个紫袍小将 她怎么会在这里啊 前院 你们安排五个流动岗 后院 至少给我布置五个守卫 难道她 她就是 公主 公主 刘总管 那位 就是元大将军吧 他不是 哦 走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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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胸 他要是远不去 就好了 如果公主要出去散步的话 必须要向我汇报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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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管 袁将军已经在屋中恭候夺食 你们回去吧 不用跟着我了 这边请 公主请 太冷了 人呢 将军就在那趟 我都来了 他怎么不出来见我 将军现在有要事要办 等事情办好之后 他会亲自出来迎接公主的 在下告辞 什么呀 刚才跟你们说的一定要记住 是 走 走吧 评围 舅妈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谁在看你啊 谁啊 傻外甥 这个嘛 天机不可泄露 舅妈 你给我卖什么关子呀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将军 神神秘秘的 莫不是 在做什么法事吧 看着他 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啊 真邋遢 这母后还跟我说 他是又威武又俊强 这明明长得又丑又老 一点也不俊强 她 她都死了两个老婆了 她莫不是一个客气鬼吧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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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怎么了 柳总管 你快去看 你快 你看看出什么事了 你看他 怎么了 这 将军这恐怕是祭奠王妻 入定游梦了呀 什么 救命 公主 公主 公主莫怕呀 公主 公主 怎么了 怎么了 别哭 别哭 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哭什么 有话说呀 我不要嫁给原夫妻 我不要嫁给原夫妻啊 你看看 柳总管 这出什么事了 怎么回事啊 公公 公主不小心撞见将军 祭奠两位死去的夫人 受了点惊吓 公主啊 别哭了 有话好好说好吗 我不要嫁给那个又老又丑的灾行 但是原夫妻 只有那个紫袍小将看起来气度非凡 我说公主啊 您说的是云里雾里的 这紫袍小将是袁大将军吗 紫袍小将就是那个为我路见不平 还定我出头的少年 这都什么紫袍绿挂子的 那个紫袍是不是原不屈 他要真是原不屈就好了 大哥 我是真想不到 你还能装神弄鬼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没想到这一套架势下来 比上战长杀敌还辛苦 你这可不是身不由己 你这叫听夫人的话 还不是我干女儿冰宴的好主演 的确是冰宴的妙计 人家都是夫唱妇随 你这可好 是夫随妇唱 真是想不到 我大哥竟然对嫂子 如此地言听计从 举妻如此 夫负何求 原不屈我倒是嫁了 可是他又老又丑 穿得那么邋遢 什么大将军啊 这胡子拉扯的 坚持就是一个脏兮兮的貌妇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不可 不许下说 我还听说 他已经克死了两个老婆了 我要是嫁回去 搞不好也会来克我 那我不就成第三个了 乖 乖公主啊 别哭了 可是我们这样算不算是 欺君之罪啊 冰宴早有谋算 我该女儿其实早就想到了 他说不算欺君之罪的原因有三 这第一嘛 袁将军曾经确实有两位妻子 并且已亡 这个大家都知晓 其二 袁将军祭拜王妻也是真 情深梦游却含糊不清 谁也无从考证 其三 男子征战沙场 几日不刮虎须且非尝试 原来如此 我嫂子还真是思虑周全啊 来 来 我左等右等 心心念念等了那么久的驸马 前来就是那么个家伙 还有啊 当大将军有什么好的 城市里打打杀杀 刀光剑影的 若是打了胜仗 那得活出命来 若是打败了 父皇怪罪下来 还是得要了她的命 公主啊 你别再哭了 你哭得老奴都伤心了 我都想跟你一起哭了 你别哭了 你哭得生意胆气死了 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了 你也别哭了啊 刘总管 公主说的可否属实啊 这 都怪你 那天我说要去寺庙求一个签 你非不让 把我拉了回来 若是那天我去寺庙求了个签 说不定有神明指引 给了这下下签 那我就不用来这一趟了 公主啊 公公 我看哪 皇后娘娘未必知道定北侯的情况 如此不符合公主的心意啊 对啊 北方边关大劫 皇后一失高兴 就向皇上请了旨 就向皇上请了旨 公主啊 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连夜返回京城 禀报皇后 请皇后给你另选东床 告原不虚 恭迎公主 有失礼数 让皇后给她治个不敬之罪 怎么样啊 这个主意不错 兵演的计划 避开了欺君之罪 却不成想 公主这娇称的性子 惹出了将军不敬的嫌疑 须尽快化解此事 公公 你还记不记得 你要带我上临山玩 去看东海日出 你都忘了 不不 公公求求你了 你都带我吃吧 公公 公主 公主 公公 您和公主 到此地长途跋涉 实属不易 就算是回京城 也不要这么仓促吧 我看 今日就养精蓄锐 明日上山 去陛霞祠求个签 再登上那灵山之顶 让公主散散心 看看景 再回京也不迟啊 此事就这么定了 我累了 我要休息了 让一让 兵威 舅舅 舅舅 公主那边怎么样了 这大街上的嚷嚷什么呢 这边 舅舅 那你快跟我讲讲 将军装神弄鬼之后 公主回到驿馆 是个什么反应啊 评威 这么说吧 这第一招算是成了 长平公主现在已经不愿意招 袁部驱为驸马了 哦 咱这就算是成了是吧 挺好的 哎呀 不过听那老太监说 要给袁部驱定一个不敬之罪 不敬之罪 凭什么 你小点声 可这 明明是皇后自己强压着人家当驸马的 谁欺负谁啊 是 将军先装神弄鬼 把公主吓跑了 可是这不嫁给将军也是公主自己选的呀 又不是咱们当真不恭敬 强压着人家硬选的 再怎么说这罪行也怪罪不到将军头上吧 话虽这么说 但是现在想要他们改口的话 咱们还得有第二个方法 咱还有第二招 这第二招嘛 我已经算好了 公主出身于帝王之家 性格孤傲 但她却十分有主见 也许她自己就会让这个老太监改口的 舅舅 你这既精通医术 又能断胸脊的样子 就越来越像那种 先锋倒鼓的 舅舅和神仙呢 尚无缘分 不过呢 我小的时候啊 在你舅母家 学过一些方术 我对阴阳五行 医术还有相面 略有研究 这么说吧 如果我啊 见到一个人的相貌 便可以断一断 他的人生起伏 和命中的福祸 那你怎么不给我算一算啊 舅舅 舅早就给你算过了 只不过是 还没有到点破之时 不可说 也不能说 你不会是想说我有大祸吧 舅舅 你早就有祸了 行军之时 险些丧命 还牵连了袁大将军 受了敌方的冷戒 这还不算是祸吗 不过呢 这福祸相依 你虽然闯了大祸 但是却牵出了 原部区域渡兵宴的这段 好的姻缘 那 这算是将军的福分吧 对于我来说也确实是祸 这也说不定啊 没准你小子 马上就要大幅临头了呢 舅舅 你给我好好算一算 你看我这首相是不是 跟面相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啊 好吧 那我就给你看一看 谢谢舅舅 平威啊 掌纹如人 就如那木纹如鼠 仔细观察呢 方可评出这才智的优劣 我看你这掌纹 直耸粗长 显示你忠诚有余 但心智不足啊 不过你这面相不错 浓眉润泽 轻浮易得呀 是 是 是挺滋润的 月之五中极土 日之又坐在裁地上 你小子命中有贵人相助啊 对了 平威 你今日入行馆时 见到昌平公主的时候 是否穿了一身紫袍 好像 确实是紫袍 天意 实乃天意啊 此气东来 此气东来啊 平威 你的命格是大器晚成 你的转运之际不在别处 就在灵山之上 明日一早 你便身着紫袍 在日出之前 徒步登上山顶 误去别处 你就在陛霞祠前 盘缓终日 时辰一到 你的贵人就会出现了 这个贵人呢 不但可以让你转运 还能帮助袁大将军 脱离危难 不会是蒙我的吧 舅舅 舅舅什么时候蒙过你啊 那 陛霞祠前遇贵人 那个贵人是指 谁啊 就是姓慎名谁 或者他长得什么样 大概 说一下 这 天机不可泄露 舅舅 你说说吧 说说 你跟我说说吧 舅舅 这傻外甥啊 冰田 你要见机行事 牵你的马去吧 你不 不是跟我玩的吧 舅舅 舅舅 是真的假的呀 来 笑语 若谦 给我放后面 来 对了 公主的事怎么样了 还需解决一桩难事 否则也是前功尽弃啊 什么困难的事 咱这干女儿的良策 虽然打消了公主嫁给将军的念头 但是呢 当日却吓坏了公主 弄得公主哭哭啼啼 这张公公在一旁呢 一直安抚昌平公主 然后呢 一直在帮腔拿话 惹得公主啊 非要给将军定一个不敬之嘴 那你说咱这干女婿能逃过这一劫吗 能否逃过此劫 还要看明日是否顺利 那你赶紧想办法呀 你得帮着将军平息此事啊 那是当然了 不过呢 此事光靠我一人之力很难完成 还需要请一位高人出手啊 那事不宜迟 咱俩赶紧去请 唉 我现在这不就是正在请的吗 啊 啊 请 请我 明日啊 就该你出场了 行 看在你送我花的份上 你让我干什么 咱们外省这边呢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就只剩下 其实 我是这样吧 你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不行不行 你这故弄玄虚的门道 我可干不了 我来不了来不了 来来来 这叫零可挖井 你这什么零可挖井 你这叫 八十歇马毛坑 老爷 你想想呀 你这是怎么了 你醒醒呀 你们怎么了 快哭呀 快哭呀 老爷 还没死 你们 和我什么仨啊 快来扑一扑 快来 快来 老爷 老爷 走开 我抱死他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我看你也巴不得我有事的巴 老爷 那咱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个跋扈的丫头 我管她什么禁吃鱼翼 我管她什么皇亲国气 什么禁吃鱼翅的金牌 我看见了吗 我就没看见 你看见了吗 我 我看到了 你看见了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没看到 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 这个小丫头骗子 还 还想让我发牙 这谁发牙 还不一定呢 横说横 十一死 我还不如跟她来个鱼翅瓦破呢 过来 你们跟踪她们行动的踪迹 我还不如跟她们行动的鱼翅瓦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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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还不如跟她们行动的鱼翅瓦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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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平觉 来来来 平觉 公公 此处山路崎岖 您看是否要跟公主在此地稍作调整 早该谢谢了 再这么垫下去 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了架了 真是的 来来来 抓紧时间休息 公主可有看到前方的凉亭啊 看到了 那里可是这半山腰的最佳观景地啊 公主 可有兴致前去看看 好主意 公主 你哪儿也别去 就在这儿歇息吧 我不要 公公 我要到前面寻寻新风景 你们在这儿待着 不需要乱本公主的好性质 不是 公主你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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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莫担忧 这儿很清忧 而且呢 也无闲杂人等 您就让公主自己去玩吧 那那那那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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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在这儿休息着 我 来来来 给公公按摩 来来来来 这这 那您可看好了 好 可千万要小心 哎呀 哎 来来来 累死我了 春风绵绵拂一月 月片皱青青 雨打把脚不及耳边的低迷 一座城 一深情 一曲相思所依稀 梦里桃花翩翩散落断月明 夜雨伴随阳周星 亦然沉伞两剑柄 花伴飘零 许你满天山起 夜雨如生人游戚 不负真心不负欲 不负人间 亦不负情 春风绵绵拂一夜 片皱青青 雨打把脚不及耳边的低迷 一座城 一深情 一曲相思所依稀 梦里桃花翩翩散落斑月明 夜雨伴随 夜雨伴随阳周星 亦然沉伞两剑柄 我伴飘零 许你满天山起 夜雨柔柔人有意 意缘作对许惋顺 世音少ALLY 孟静写意 自情不易 孟静写意 自情不易 從何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